女人用不同男人的体液受孕 胎盘一长成 就吃下堕胎药再加饮产 将半成型的胎儿放在客厅 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做起死回生的实验 据说从胎盘提取的血清 能复活已经死去的生物 这点她早已在一头猪身上得到证实 现在那头猪已经能活蹦乱跳了 在这之后 女人更加疯狂 竟将注意打到人身上 为了找到与自己血清匹配的尸体 女人成为了一名法医 每天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每一具尸体 期待这一具就是她需要的 可好多年过去 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尸体 这天医院突然送来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经过检查她发现 女孩的血清和自己高度配合 只要她有足够的血清就能复活女孩 于是她支走同事 将尸体悄悄带回家 做起了人体实验 一段时间后女孩竟真的复活了 而且还能做起来 女人高兴地直接晕了过去 然而她却不知道女孩的母亲安娜即将找上她 安娜是个单亲妈妈 自女儿死后她就没见过女儿 跑到医院的停尸间寻找 却被女法医告知 女儿的尸体已经被运到尸检中心 还给了她尸检中心的电话 安娜一回家就联系尸检中心 但今天周五尸检中心已经下班 电话没有打通 她只好等到周一 周一这天她早早地来到尸检中查询 没想到工作人员竟表示 这里没有她女儿被送来的记录 安娜一听非常焦急 又跑回医院质问 结果医院也在推卸责任 说尸检中心经常弄错尸体 安娜顿时火冒三丈 女法医因为心虚已经提前一步离开 安娜赶紧来到车库 正好看到女法医拉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但女法医听到她的声音加快动作 立刻开着车离开 安娜不死心 拜托朋友找到女法医的家 将女法医堵在门口 祈求女法医告诉她女儿的下落 然而她话音刚落 屋内就响起尖锐的警报声 女法医肉眼可见的交集 安娜拦住对方 再次询问女儿的下落 女法医只好答应 表示等自己处理完屋内的事情 就告诉她一切 安娜假意答应 让女法医回家处理 可就在对方关门时 她直接闯了进去 惊恐地发现女儿身上插满管子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更让她惊讶的是 女儿的胸口还微微起伏 女法医的话让安娜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伸出手 摸女儿的脚 没想到女儿竞给了她反应 这也就是说女儿还活着 女法医件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只好坦白 安娜得知对方复活了女儿 一时间五味杂陈 一边是活生生的女儿 一边是作为人的良知 经过反复的思考 安娜还是选择女儿 直接搬过来和女法医同住 一起照顾还未苏醒的女儿 在她们轮流看护下 女孩的情况越来越好 女法医用血清给女孩 做了最关键的试验 试验很成功 当女法医拔掉呼吸机的那一刻 女孩身体就像被按了开机键一样 快速呼吸 心电一上的波动也慢慢变得正常 不管是安娜还是女法医 看到这一幕都欣喜若狂 可她们血清即将用完 安娜忍不住询问女法医怎么办 女法医让安娜不要担心 表示她已经怀孕 可以提供足量的血清 这天她在医院产检 发现胎盘已经长好 可以取出来了 她一回家就吃下堕胎药 坐在马桶上等待药效发作 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 胎盘和胎儿虽然已经取出 可不间断的怀孕堕胎 已经严重损伤了她的根基 女法医第二天上班时 突然大出血昏了过去 被送到医院抢救 另一边留在家里的安娜 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到女法医 非常焦急 只能联系女法医工作的单位 却得知女法医意外昏迷 现在正在抢救的消息 就在这时她竟发现 女儿自己坐了起来 瞪着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她 死去的女儿突然复活 母亲激动地抱了上去 可她却不知道 女儿复活的只是躯体 她意识还没苏醒 如果想要女儿长久地活着 她必须弄到更多的血清 可承诺她会弄来血清的女法医 却突然断了联系 好不容易等女法医出现 安娜就看着她对着架子上的东西后悔 原来女孩之所以能够复活 靠的就是从胎盘上提取的血清 但女法医上班时意外昏迷 没能及时将胎盘放进离心机 导致此次的胎盘变质 本就缺少的血清 现在更是紧缺 所以女法医得知女孩苏醒后 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她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 医生就告诉她 她的身体已经不能怀孕 不能怀孕也就不能制造血清 等现有的血清用完 她们就必须终止实验 刚刚还沉寂在欢喜中的安娜如遭雷劈 赶紧和女法医表示自己可以怀孕 然而不幸的是 安娜的血清和女孩并不匹配 不能用作试验 她们必须另想办法 从别处找到合适的血清 这天女法医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出门 等她回来 就交给安娜一个体检单 表示这个女人的血清和女孩匹配 更妙的是对方此时刚好到了怀孕中期 安娜可以利用妇产科医生的身份 稍微修改对方的产检数据 让她来做羊魔穿刺术 趁机抽取对方的羊水 安娜觉得这样的行为太不道德 坚决不同意 可女法医却说 现在技术成熟 羊魔穿刺术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孕妇心里害怕 但为了孩子她一定答应 安娜看着躺着的女儿 舍不得她再次离自己而去 于是她决定实施女法医的计划 很快她就弄到了孕妇的羊水 因为内心的愧疚 安娜对待孕妇格外热情 孕妇也喜欢这个温柔的医生 还和安娜表示自己努力了许多年 才还上这个宝宝 所以当她听到检查数据异常时 非常担心 第一时间就来了医院 安娜心里愧疚没再多说 就这样女法医从孕妇的羊水中 提取到合适的物质 注入到女孩的身体里 女孩的情况越来越好 不仅自己做了起来 还开口说了话 更神奇的是 安娜给女儿洗澡时 听到女儿在哼她曾经最喜欢的童谣 这也就是说女孩的意识在苏醒 安娜开心至极 心里再也没了那种愧疚感 并且还发现女孩喜欢看电视 当她们以为是巧合关掉电视后 女孩嘴里还发出哼急的不满声 可就在这时 孕妇做第三次做羊膜穿刺树时 非常抱歉地表示 她丈夫已经帮她联系了市里的大医院 之后不会再来了 女法医得之后非常生气 说安娜当时就应该 想方设法地留下孕妇 但是到如今 他们也只能另想办法 从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血清 可还没等两人找到血清 女孩身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女孩拿起铁棍 一下又一下地砸在猪身上 最后静活生生将猪砸死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 猪不给女孩摸 听到动静的安娜赶紧将女孩绑在床上 看着这个满眼冷漠的女儿 安娜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女法医找到她 表示之前复活的只是女孩的身体 大脑和躯体并没有产生连接 但她在给猪做解剖时发现 之前因为忙碌忘记给猪输血清 但她身上的器官并没有因此停止生长 现在即便已经死了 可只要她们给猪注入足量的血清 猪的身体和神经一定能连接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活 这一点在女孩身上同样适用 只要她们在女孩的脊椎的输入足量的血清 女孩的身体不仅能和大脑产生连接 还能大大减少对血清的需求 但做这些之前 她们还得找到足量和女孩匹配的血清 女法医翻阅了大量资料 终于让她找到方法 人的骨髓可以替代血清 于是她忍着剧痛 女法医上提取骨髓 注入到女孩的身体里 然而天不遂人愿 女孩有了女法医的骨髓后 情况虽然有所好转 可依旧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活 安娜和女法医都非常沮丧 如果有足够血清 女孩或许真的有机会能复活 可现在的问题是 她们没有足量的血清 安娜找遍医院 也没能找到和女儿相匹配的孕妇 无奈之下 女法医只好让安娜和女儿多相处 做最后的告别 安娜即便在不愿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 然而此时的安娜却一反常态 温柔地亲吻女儿后 就离开了家门 等女法医回到家 看到空无一人的房子 以为安娜带走了女孩 可等她打开冰箱 惊恐地发现里面 竟冻着女孩的尸体 与此同时 安娜带着一份检查报告 来到孕妇家中 谎称来送报告的 因为之前的交流 孕妇并没有怀有安娜的来意 热情地将她请进门 还毫无防备地喝下 被安娜下了药的茶 没一会孕妇就倒在地上 不停地抽搐 口里还吐着白沫 安娜假装好意帮她联系了医院 因为情况严重 孕妇即便被送到医院抢救 但医生还是没能救回女人的命 只救回孩子 做好这一切后 安娜联系女法医 让她赶紧来医院 取走孕妇尸体里的胎盘 此时的安娜内心无比愧疚 她原本只想让孕妇早产 提前拿到胎盘而已 没想到却间接要了她的命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复活女儿 安娜没有愧疚多久 就和女法医投入到新的实验中 电影最后安娜的女儿 再一次睁开了双眼